我們操作證明的證詢地理 然後有同學就說 老師可以找的部分 我們看得懂嗎 可是呢 那個盾小的 我也看那個證 其實盾小的情況 都不如這樣 來我們證明一下 來你把它補在 它的證明的部分 來這個圓 來 這是你 圓心把它撞出來 來這個圓叫做A B 好 圓 好 來這邊換一個連接三角形 好 所以如果是盾小的證 其實從原來國很難 我自己是掌證 你就 不然你就這樣 你就通過這個V點 好 然後連接這個 來 這個把它連起來 好 然後這一段把它連起來 好 這一筆形 來這個兩筆 它就都觸電了 好 來 好 它上錯之後 其實我們的證明就很簡單 我先問同學一件事情 佛中我們有學過一個圓內接四邊形的系值 來這個系值很基本 我 看一下今天29號 來 29號是哪個 來 雨柏你告訴我 圓內接四邊形 它有一個基本的系值 是什麼意思 它的對角會怎麼樣 我們一次 我覺得這個角度 跟這個角度 圓內接四邊形的話 這兩個角度 會有什麼特徵 複補 會怎麼樣 複補 我會覺得 這兩個角度加起來是幾多 180度 來 都會寫在旁邊 這你應該知道 角A加上角複補 會長去180度 那當然你如果 我問說 老師為什麼加起來是180度 那到底很簡單 因為 角A 它對的複補 是這一個 那角度 這個圓周角對的複補 是這一個 所以你把這種 符合拚起來 就形成一個完整的月 那圓周角是 索對複補的一半 所以這兩個角度加起來 大概是180度 這個是一個基本性值 大家都很清楚 好 所以老師你看 Sine A 來 Sine A 就是誰 如果加起來是180度的話 那麼我們的Sine A 是不是就可以寫成 Sine 180度 減掉 角度 好 就是這樣子 反而價錢是180度 那根據我們的換算模式 老師 他是不是就滿足的 Sine Sine 對不對 這根據換算模式 就等於Sine 好 那 這個角A的對面 這個長度叫做A 那同學 這個B珠長度 剛好是這個圓的 什麼東西 直徑 可以嗎 這個直徑 所以是2R 所以這邊來 Sine A 斜邊分之左邊 對邊 所以他是不是就等於 2R 分之A 同學 那其實就證明出來 對不對 Sine A 就等於2R 分之A 所以我們就整理一下 A 比上 sine 就是等於2R 兩倍都外接 這樣 好 第一個有同學 還有問的 問老師 如果是分調的情況 他會解釋 他會彈2R 我想解釋 他會解釋一下同學的一個問題 好 好 那讲完这个问题之后 我再补充一个题目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课本 我先把证据讲完就好 明天我再交一个选例 来 这边写一个例子 这边我们来解一个三角形的问题 好 好 我给你一些条件好 来 欢迎你评计好 在三角形 ABC中 好 小A 如果我告诉你 它是几度 45度 而且 ABC线状的长度 如果我告诉你 它是三个单位 然后ABC 线状的长度 好 我告诉你 它是更好 六个单位 然后我求一个简单的问题 请问 角A 还有角C 好 好 来 来 把这个评论写上去 在我们以前的教材里 公司这个简三角形 就是一个非常 尴尬的评论 因为你三角形的 螃蟹变长跟角度 然后去问它身下的变长跟角度 这个东西其实它内容很多 但是现在我们各种的简化 调很多 他们觉得不该有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简三角形 这种题目就很常见了 那我举一个比较经典 比较常见的也很好 那通常我们也遇到这种问题 我相信大部分的学生 第一个想法 应该会先做什么事情 会先夸 相信大部分同学 看到这种文字的续述 首先你的第一个反应 应该是先希望 把它怎么样 用图形的方式 先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先画一个 我看一下 一个是3 一个是6 所以 A 有一边比较长 我看一下 假如A是45 舒服 然后再A 来 这45 然后看一下 那边 A的话 AB 长度是3 这个比较长 然后B C的长度是 比较短一点 跟泡溜 OK 可以吗 然后这里 他会是脚壁跟脚壁 对不对 那当然同学是对你来讲 对不对 这个题目 我觉得你看 对面跟对角 没有 所以这个题目 我们想当然了 从什么地理出发 我们就由正确定 来做就可以 我们由正确定 来做好 正确定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6比上 根号6比上 3的级度 45度 来 分号6 以上 3的 45度 来 归等 来 这段长度 你知 就是3 再5 上多少 3一次 好 来 那你不会帮我算一下 我们从正确定 应该可以马上 很快的把这个 3一次 过上 来 好 来 我先帮我算一下 这个3一次 好 这一概 把他来帮我算一下 我帮我去用 来算一下 好 这个3一次应该可以 抓出来 你3一次应该可以抓出来 你3一次应该可以抓出来 你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是不是马上可以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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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觉得3一次 不然你觉得3一次多 不然你觉得3一次多 這個菜式 要吃? 是? 我們再配合嗎? 好 我們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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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之1分包3 好,來學上去 這個應該是OK嗎? 這算是2分之1分包3 當然我們的同學知道 來同學你知道 3C是2分之1分包3 所以這個C 它現在的角色是什麼? 這個C 它現在是三角形 的一個內角 那既然它是三角形的一個內角 代表說這個C 它的大尾應該在0到180度之間 那0到180度 橫掛第一還有第二向線 可是你知道 上一大尾在第二向線都是正的 所以上一次哪個2分之1分包3 同學你的重點應該要馬上抓出來 你的這個角C 這個角度來請問 應該有幾個? 應該有兩個 第一個應該是幾度 應該是60度 賽的60度是2分之跟包3 但是不要忘記在你的第二向線 還有一個頓角 請問賽的幾度也是2分之跟包3 三角都是60度 第二向線這個叫幾度 100幾度 120度 對不對 好 那寫到這裡 有一些學生他心裡面就會覺得有一點 他說老師 這個60度我大概能夠接受 你說你剛才畫出來的圖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他說老師 那這個角度是60度 OK 好 同學看你知道 120度 那個圖應該長什麼樣子嗎 你知道120度應該長這樣 這樣 你想想看喔 有一個圓圖 如果你把它定在這裡 然後以這一段當作半徑 你這樣子怎麼樣 好 畫一個圖過來 我想想看喔 一樣的長度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情嗎 我把這一段這樣 比過來有沒有 所以他給你看喔 你把這一個連結 對不對 這一段長度 是不是他其實也可以做到 很好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情嗎 如果你想像 有一個圓圖 有一個圓圖 然後你把它就間接的部分 定在這個地的位置 然後以這個跟號六為半徑 你是不是可以畫一圖 對不對 他畫這個圖 這樣子畫過來 我覺得是不是可以跟這些 它還產生一個焦點 所以我覺得 這個過來 你知道你那個120度 你不要放在這裡 120度 來 120度在這裡 你不要記住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同學 你的另外一個三角形的形狀 ABC 你的C.6 你的C.6 我們剛剛這邊 不要常在 我另外一個圖 叫做寫三角形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出來 角C可能兩個60度 超過100多度 所以你的角力 來 大概幾度 如果它是60度的話 加45度 105度 所以這個時候 腳B是幾度 C.6 對 好 或者是 啊 腳C是120 加45 160 所以這時候 腳B是幾度 C.6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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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來 那我們現在 來看一下 課文 好 不想課文 那個 我的心理有點貌貌 講一下 記憶 先把它收起來 課文 來看一些基本的 來 請穿到33頁 好 我們把身材運行講好 好不好 他要那個 一支三個 C.0跟C.0 全部都上床 好 昨天就自己把它做上床 好 就放上去 所以說你可以開始做上床 來 那個身材運行 它搜尋下列伸腳型的面積 來 B小 我可以你畫圖好了 來畫圖 好 B的長度 是C的長度 小B120度 所以先把120度抓出來 可以嗎 120度 好 大力 好 好 然後他說 這個長度 一個長度是4 對不對 一個長度是4 然後這個是B 然後看一下 所以這個是A 這個是C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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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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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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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升級 再升級 你升級高速於2 就1 2分之1 升級3 再升級4 好 那我說一下 你知道209環有選擇怎麼選 你知道他答案不選 他說老師 不是給兩個邊嗎 然後中間有點下 因為有這麼分的角度 所以他這一題答案 他答案不選擇 2分之1 1乘以4 在層上晒的幾度 90度 這就變10 晒的90度可以進行 所以他一定是10 這考試你要注意 他這個90度 他不是這兩個的夾 夾角你知道 他要小心這件事情 你大概會給你寫這個 大家可以一起想一下好不好 好 請你看到後面吧 來 這邊有幾個題目 要給同學 來 我找人出來做練習 來 看到那個下面34頁的回訓練習 沒有 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角A的A角平分線 交VC線段圓珠率 球A珠線段的長度 來 同學這題一下感受 這題喔 用力積分割 把圖畫出來 畫個簡圖 然後用力積分割 請把那個角平分線的長度 我們去把它算出來 來 你現在做好 我可以理我 我找一個人 我可以拿來 誰敢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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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擦在書 誰敢問他 誰票 誰敢問他 誰敢問他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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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二比桃 二比桃上 好的 謝謝 一比 好 謝謝 各位這題 我講一次 照片當中你看到 它要密集的關係 那我之前是怎麼做呢 我之前說這種題目 它其實有一種常用的技巧 要把三角形ABC把它做分割 我們講過囉 對不對 三角形ABC把它選成三角形的 AC珠 再加上三角形的 AB珠 好 就把它當冠密機 拆成兩塊小冠密機 我們可以用假面公式 二分之一 乘上一 乘上二 塞了幾度 九十度 好 然後等於 來 我們令這個ABC 這一段叫X 好 這令X 好 所以它會等於 來 二分之一 乘上 二 X 然後SIGN的幾度 四十五度 好 再加上 來 二分之一 然後乘上多少 乘上X 然後SIGN的幾度 四十五度 好 這個我知道我們之前講過 年紀分割也沒過 大家這台X寫出來 而且如果講這個SIGN出來之後 寫這台X應該就不是一件貴的事情 可以嗎 這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結出來答案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這題很簡單的 這樣提過去 或者自己可以一直寫出力 來 接下來 請你翻到三十六度 來 請翻到二分之一 三十六度 我們來看它下面的那個水塘 來 這個水塘練習 我覺得這一點給我講一次就好 來 那一題給他一個讚 請聽 這題給他一個讚 這題我想過一次 一次就好 他說 三角形AV7裡面 B加C比C加A比D加B15比6比7 求SIGN A比SIGN B比SIGN C 這很簡單 來 我覺得Solution跟著我一起寫 我們這個題目要問SIGN A 比上SIGN B 再比上SIGN C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B比誰 來 講話 這三個的比例是誰比誰 就是A 比P再比C 這個叫做什麼A 叫正確定 對不對 那當然 根據題目的條件 我們是不是可以合理的假設 合理的假設 來我們這個B加C 他們是個比例關係 所以我唸B加C叫做5A 可以嗎 因為B加C比C加A比A加B不是5比6比7嗎 B加C它叫5A 那C加A 我們唸它叫做6A 再來 A加B 我們唸它4A 指定叫做7A 好 現在要跟你們同學一件事情 這種題目 它的固定的做法 你知道這三個式子要把它 要把它加起來 來 把這三個式子把它強加 所以只要強加 你看 左邊這裡有 兩個B兩個C 兩個A對不對 加起來這邊 兩倍把它撐出來 A加上B 再加上C 來這個會等級A 18A 所以你知馬就知道 A加B加C 會等級A 是不是這樣子 這是固定的做法 這種題型喔 這樣做好 那這個叫第1次喔 這個叫第2次 這個叫第3次 那最後這個叫做第4個式子 那其實有點簡單 你把第4個式子 去扣掉第1個式子 同學你把這兩個式子相接 你馬上看得出來 同學 A C C 對不對 然後你把第4個式子 扣掉第2個式子 來馬上看得出來 來你的B是幾倍 3倍 然後第4次 減掉第3次 來同學你的C是幾倍 比較可偏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從這邊呢 我覺得你馬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來請問 你的A 比B 比C 來應該是幾倍 4 比3 再 這一個 大概就是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這個題目我們小時候換了 好 跟同學說明一下 LB 好 那接下來 同學 37頁 翻到旁邊來 37頁 他那邊 中間還有一個題 所以旁邊一起來 這一題 應該要做過 來 這個題目 37頁中間 這一題後 正學題題就可以做 你把圖畫出來好嗎 好 做一下這一點 記一下 紅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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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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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